刚一开局没多久 队友们就纷纷的像狗一样的死去 鲨鱼随即就是一番嘲讽质问队友是人机吗 面对鲨鱼的嘲讽队友并没有做出回应 可能是知道自己太菜了不好意思回应吧 而鲨鱼却不依不饶 一时间队友全打了 鲨鱼又变成了单人四排 但独狼有独狼的打法 为了稳健进到决赛圈 鲨鱼只在野区的鸡脚嘎拉松物资发育 由于野区房区的物资有限 所以鲨鱼搜了很久都没有搜到像样的物资 就连枪都还是密罐和一把迷你射手步枪 都是自己不喜欢的枪 最后搜了两年半终于找到一把一片 总算捡到了一把像样的武器 随后鲨鱼又在厕所发现一个呼救器 这让鲨鱼十分惊喜 有了呼救器鲨鱼就想去冠军基地无敌 由于现在已经是临近决赛圈了 鲨鱼预测冠军基地屋顶大概率已经被人占领了 但鲨鱼还是想冒险尝试飞一波冠军基地屋顶 非冠军基地之前先要找到抽把神器M417 来吧417 去冠军基地屋顶抽把没有M417就没有灵魂 结果鲨鱼搜遍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M417 虽然没有找到M417 但鲨鱼发现了一个没人铁的空头 这让鲨鱼非常惊喜 点开空头一看里面有自己的最爱近战神器狗杂外加全新三级头 等一下这个 What 等一下 你们红点 刚你们看到红点 冠军基地在中心点 抽把的好机会来了 舔完空头后鲨鱼立马又跑回刚才搜过的房区给狗杂找红点 哎 红点也来了 哎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找到红点后鲨鱼就开始放呼救器准备进圈站点冠军基地了 并召唤爷爷保佑冠军基地屋顶不要有人 哇 就看上面有个人啊 爷爷保佑啊 爷爷保佑 一定要保佑我呀 一定要保佑我 保佑保佑保佑啊 一定要不要有人啊 求你了我求你了 让我抽拔 让我这里看 别人抽拔 鲨鱼手掌闭合不断的祈祷冠军基地不要有人 这波进圈有可能落地就死 所以鲨鱼此时也是非常的紧张 鲨鱼一边往下飞一边细节观察下面的情况 经过一番观察后发现屋顶并没有人 确定没人后鲨鱼就稳稳地落在了冠军基地屋本 落在屋顶鲨鱼就赶忙查看包里有没有自救器 对面有枪声 鲨鱼随即趴着寻找敌人的位置准备搞偷袭 防止被敌人打到 鲨鱼直接贴着墙壁猥琐地趴着 先猥琐住 先站住 先站稳脚 这把虽然打得很狗 但鲨鱼觉得很直 我自己狗的就很实 真的不管我狗了这么久 而且我队外全死了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突然附近传来车声 鲨鱼立马站起来进行查看 敌人开车拉到了后面 这让鲨鱼有点看不懂了 敌人果然想清除鲨鱼 掉了一大圈后就在堡垒处停下 还真要清我吗 紧接着敌人就被鲨鱼远点击倒 敌人被击倒后就爬到了掩体后面 随后人头就被另一对抢走 在屋顶蹲守了两年半后 场上的人数就来到了14倍 接下来就要看爷爷能否保佑给侯孙刷的天命圈了 这次爷爷没能保佑后孙 圈刷走了 就在鲨鱼范畴该怎么进圈时 突然有人骑马过来 敌人停在了脚下 鲨鱼瞅准机会直接一串二击倒两个 敌人不止一个 很快敌人的队友都来到了脚下 鲨鱼随即掐雷就想补掉人头 左边山上有人架枪打自己 鲨鱼赶紧后撤打药回状态 防止敌人丢雷 鲨鱼赶紧放置防御系统 被击倒的敌人流死了 打好状态后鲨鱼就来到右边寻找出手的机会 鲨鱼被炸大残 随即赶紧撤回到防御系统这里打药帮回犯 毒圈即将覆盖过来 再不走就要被毒死了 鲨鱼随即跳下屋顶朝安全区进化 毒圈已经覆盖过来 鲨鱼一边观察一边打药一边朝安全区靠近 来到安全区后鲨鱼就迅速趴着匍匐前行 防止露出脚步被敌人发现 紧接着鲨鱼成功爬进了防区 本以为不会被发现 结果突然就遭到了敌人的射击 打好状态后鲨鱼就蹲在门口卡视角观察 顺瞄一个鲨鱼赶紧进圈 鲨鱼本想劝架一波 结果对面的战斗很快就结束 最后来到紧张刺激的一打一环节 鲨鱼骑马直接拉到烟里 就是一番疯狂射击 敌人不在这个烟里 鲨鱼随即上马进行观察 敌人在对面烟里 由于有着一打一会输的魔咒 所以鲨鱼也不敢冒险主动发起进攻 于是鲨鱼就趴在草丛当起了伏地面 更掉显眼的三级包和平底锅防止被敌人看透 紧接着慢慢爬行朝敌人靠近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被敌人发现 结果敌人有透视 紧接着敌人的土豆雷就扔了管 这么隐蔽都被炸死了 鲨鱼气坏了桌子惨遭暴击 鲨鱼气坏了